自古杀人偿命 我这就去留下 用我这条命去赎罪 混账东西 你这个混账东西 你 你就是这样对待我养了你二十多年的心血的 少林啊 你别忘了 你是我们皇家唯一的血脉啊 你是要为皇家建设子孙的 你是要为皇家光宗耀祖的 从你爷爷 到你父亲 还到你 我少了皇家四十多年 我操碎了心啊 到头来 你回报我说 你要去偿命 要去偿命 你是让奶奶死了 合不上眼是吧 你不是要去偿命吗 那我去 我去 奶奶 我去 奶奶 大哥 你快跟奶奶说 你是一时糊涂昏了头 你不会去留家偿命的 你快说呀 你快起来 你快说呀 奶奶 我知道这样做对您不孝 对不起列祖列宗 可是您知道吗 我的心没有一颗安宁无 我整天都在担心 我不知道明天又会发生什么 不知道 我又会害了谁 胡说 你胡说是什么 奶奶 这个家我不能再带下去了 我不想 也不能再伤害任何人了 少爷 我们还可以重尝记忆 我们还可以再想办法 你不要一下子 就把事情弄得这么绝呀 你不为自己想 总得为老夫人想想啊 燕儿 就拜托你好好照顾奶奶了 奶奶 要有来生 我再报答您的养育之恩 初夜 快快 快去把他追回来 快 快 快 娘 奶奶 快 哥 哥 哥 少宁 哥 少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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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悦 你敢干净什么事不算 快 什么 你怎么了 快快快快小宇 毒药 我要去找少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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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夫人 老夫人身体还须 不能起来啊 老夫人 别拦我 我要去找少宁 老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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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不能下呀 您上去看看 阿脸 不是让你好好照顾老夫人吗 怎么让老夫人下了 这是个没用的东西 少年他找着了吗 您别担心 大家都去找了 少爷一定能回来的 老夫人 先把安神汤喝了吧 我不喝 老夫人 您得爱惜自己的身体 不能有闪失了 现在黄家 可全靠您老人家了 快喝了吧 老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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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找到了 在哪儿啊 您 您先别着急 他被洋车撞了 在医院呢 奶奶 奶奶 少年在哪儿啊 少年在哪儿 奶奶 大哥 还在昏迷中 他怎么给车给撞了呢 撞在哪儿了 大哥跑得太急了 一出门就让红包车给撞了 头上受了伤 当时就昏了 这到底是怎么了 哪儿哪儿呢 哪吐香没烧到啊 这一桩又一桩的 没个太平 奶奶 别着急 先坐一下吧 少年 你千万不要有事 一定不要有事 一定不要有事 这一切还不都是因为你 自打你进了皇家 就没太平过 现在我哥哥也被你害成这个样子 你还有脸在这儿哭 你三番五次地撞过来 搞得皇家人心惶惶的 还要跑到刘家去招惹是非 一会儿是绣花鞋 一会儿又是刘婉云的信 全都是在火上浇游 哥哥他心里已经很难受了 你还在这儿搅拨 他心里承受的压力不就更大了吗 你这不是把他往死路上逼吗 所以他才要说去刘家尝觅 结果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我 我 要不是因为你 皇家就不会出这么多的事 大哥也不用这么痛苦 白秋和 你给我走 离开皇家 永远的离开皇家 不 我从来没有逼过少年 我一直在帮他呀 我不可以离开皇家 我不能离开少年 白秋和 就算我替皇家求你了行吗 你走吧 离开皇家吧 你要钱是吗 我们给 你要多少我们都给你 我不要钱 我不能离开少年 那你是想累了这步走 还是想让我们逼你走 奶奶 你不要赶我走 我要等少年醒过来 我一定要在这儿守着他 我哥是不会再见你的 奶奶 少年受了伤 我得照顾他呀 奶奶 求求你 别赶我走 求求你了 在我大哥没醒过来之前 你还是快走吧 回去之后 丁管家会把钱给你的 如果以后你还有什么需要的话 可以再来找我 不 我生是皇家的人 死是皇家的鬼 我不会离开皇家 我更不会离开少年呢 你别赖在这儿了 快走吧 我说你这个人 怎么这么不讲理啊 这儿轮得到你说话吗 你撞了我大哥的账 我还没跟你算呢 明明是你哥哥突然跑出来 把我给撞了 我好心把他送到医院 又一直守到现在 你倒要和我算账 你的良心让狗给吃了 一会儿我就把你带到警察所里 看你还是这么话多 去警察所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没什么可怕的 我又没做亏心事 大街上那么多人都见着了 我就不信 没人帮我主持这个公道 得了得了 没空搭理你 过两天到我们锐盛祥来一趟 给你几个大药 就算是感谢你送我们到医院来 锐盛祥 你们是有钱人的 有钱人也不能不讲理 也不能这么欺负一个弱女子 你 小姐 别哭 没什么可伤心的 我告诉你 天下大了 哪儿不能去啊 如果你信得过我 你就跟我走 我保证 帮你找一个 比他们家强一百倍的婆家 要是你不嫌弃 我这个人也不错 虽说我是个拉车的 可是我保证能养活你 不会让你受委屈 等咱们成亲那天 咱们就在瑞胜祥的大门口 摆上三天三夜的流水席 气死他们 这位先生怎么说话呢 要是我孙女有什么得罪之处 我在这里向你赔个礼 可你刚才一个劲的 口无哲拦 我这老太太可听不下去了 秋和 你起来 奶奶 求您不要让我走 小姐 人家这么赶紧走 还有什么舍不得的 走 跟我走 你住手 吴妈 还不快把少奶奶扶进来 少奶奶 你看 这是我给您买的 您最想吃的莲鱼 娘呀 什么都想吃 离开伊丽这么久了 总算回来了 可是现在什么都想吃啊 你第一天出去拉车 生意好不好 累了吧 今天啊 别提多倒霉了 我跑了好几条街 好不容易拉着一个活 碰你个寻死的 一下就撞我车上了 要不是我赶紧把他送到医院啊 他肯定活不成了 你撞人了 没有 娘 不是我撞人 是他撞的我 您是没看见啊 今天在医院 那一大家子人 特可恶 上了就把我骂了一顿 您说 这一大家子人 从老到小 就没有一个是讲理的 我要是在他们家 我也不想活了 别胡说八道 一定是你不好好跟人家说话 让人家误会了 算了 娘 咱们不说这个了 反正这种事啊 也不是天天能碰见 你以后出门拉车 要处处小心 别让娘为你担心了 娘您放心吧 我知道 娘 你什么时候 带我到奶奶家认祖归宗啊 少华呀 认祖归宗的事情急不得 等娘把一切都安排好了 自然会带你去的 娘告诉你的话 你可别忘了 出门 不要跟人家说我们的事情 一铃就这么大 万一让你奶奶知道了 就不好办了 娘 要不然 您把奶奶住你条街先告诉我 我拉车的时候我想看看 不是娘非瞒着你 是娘不放心你 这直来直去的脾气 还没等我安排好 你就去乱闯乱闹 好 这个事情啊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有很多以前的事情 娘以后 慢慢再告诉你 你先歇着吧 娘去洗鱼 好 爹 您老啊 一定要保佑少华和娘 能顺顺利利的到奶奶家 认祖归宗 也好早日了却 您老最后的心愿 不得不得了 您老公 童不得了 老公 叶芬 早明 刚才大夫说 您快好了 过两天就可以回家了 少宁 你是不是还在怪我呀 怪你什么 怪我 去刘家找证据 怪我不相信你 没有 少宁 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 对 就像燕儿说的一样 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 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逼你 我愿意跟你一起承受所有的事情啊 我不愿意 少宁 我们拜了堂 我成了妻 我就是你的妻子 我愿意和我的丈夫 一起同甘共苦 我一辈子 都不会对你不信任的 更不会恨你离心离德的 我不该恨你成亲 在成亲之前 我就听说过你的一些事情 可是我不怕 我真的不怕 哪怕 哪怕有一天 我真的死在你的手里 我已绝不会后悔的 我不想害你 正因为 我知道你不是他们说的那样的人 我才不相信你害了婉孕 我才不相信你害了婉孕 我更不相信你会害了我 我是中了邪的人 以后 睡着的时候 我不睡 就在旁边守着你 我愿意 守我一辈子 我愿意守你一辈子 这有何苦呢 少年 我从小 是在乡下长大的 我没有念过杨学堂 可是我懂得 什么是作为一个妻子的本分 更知道什么叫感恩图报 谢谢大管家 谢谢大管家 谢谢 秋和 你要记住 这大管家是我们的大恩人 我们要记一辈子 知道吗 我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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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记一辈子 知道吗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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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哎呀 好了 好了 现在不是哭的时候 快去找去 快去 哎 秋和 你要去哪儿啊 我去找他 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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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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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